国平王牌官宣大事 樊振东退役悬念正式出炉 王浩这次应该看懂了 尽管中国男队在亚锦赛的舞台上 相较于女队而言略胜一筹 仅凭男团桂冠稍许未见人心 然而男单与男双的失落 无疑让这份胜利蒙上了一层阴影 王浩麾下的队伍 竟也书写了前所未有的低谷篇章 此番失利犹如锦中长鸣 让鸣记贺小龙疾呼国平之困 亟待探明病根所在 而这病根实则关乎 能否紧握那把扭转乾坤的钥匙 樊振东 27岁的樊振东正值当打之年 他是中国男拼未来蓝图的核心之柱 试想若他未离场与王楚清并肩 自能构筑起肩不可摧的防线 为灵师洞等后起之秀 撑起一片广阔的天空 让成长的步伐更加从容不迫 反之若樊振东真的渐行渐远 国平的未来之路 或将布满荆棘 甚至暴冷二字 都难以形容其面临的严峻挑战 自巴黎奥运风云过后 樊振东的名字便屡屡缺席于 WTT澳门冠军赛 中国大满冠赛 乃至亚锦赛的荣耀榜榜单上 紧接着的德国法国冠军赛 及成都团体混合世界杯 亦不见其身影 这一幕幕 无不牵动着万千球迷的心弦 忧虑之情溢于言表 生怕这位拼弹巨匠 就此淡出江湖 然而峰回路转 近日樊振东的一纸官宣 犹如春风话雨 驱散了所有的阴霾 他宣布将重返赛场 于11月20日的 日本WTT年度总决赛上 再次挥派而战 这一决定 无疑为国拼注入了一记强心针 小胖的身影重现大名单 预示着他并未放弃 退役的谣言不攻自破 然而此番复出 并不意味着樊振东将重蹈覆辙 平凡征战 正如贺小龙所言 王浩教练此刻的当务之急 乃是设法让樊振东 回归往昔的竞技状态 让那熟悉的节奏 再次引领国拼前行 亚锦赛的挫败 无疑是对王浩的一次深刻警醒 促使他重新审视战略布局 为了国拼的长远发展 樊振东的流队 已成必然之势 我没有理由相信 樊振东此次的决定 王浩以心领神会 面对挑战 他不仅是在为自己而战 更是在为国拼的未来铺路